记者施小光台北报道,国民党主席吴敦毅今天上午出席台北市里长候选人团结造势大会时表示,台北市共有456个例,国民党这次提名282个,一定会全雷打,只要里长基础巩固了,国民党的33位台北市议员候选人就如虎添翼,全部当选并在议会过半。 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忠也顺利动算,他并与在场所有礼长,议员候选人约定,胜选后要策划一场音乐晚会庆祝。 吴敦也表示,丁守忠的从政过程从来就没有一点点的瑕疵,在道德上零缺点,大家一定要支持这种完美的政治人物,过去马英九,郝龙斌都是非常好的台北市长,马儿好,马儿好,因此, 要让丁守忠来延续马,好的政绩,才能守住中华民国,守住中国国民党与守住中道。 吴敦也表示,他从政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台北市议员,也曾担任台北市党部主委,当年完成礼长提名后奉派到高雄市担任市长。 他就职高雄市长那一天是6月18日,当天台北市提名的里长几乎全雷打,象征六六大顺一路发,他并带领全场人士高寒里长全雷打,议员过半,市长当选等口号。